他却不紧不慢地盘起核桃 接着小手轻轻一钻 核桃当即碎成渣 男人们不由地夹紧双腿 女孩似笑非笑地抿了抿嘴 缓缓腾出一只手 除了我 在这之前 大老的小弟被凤顺山飞门崖 有的人手指被分经错误 有的人被甩飞数十米远 为了挽回黑帮颜面 他要和凤顺做个了结 首先派出一号战队 三个男人只高气扬朝凤顺走去 只见他身体微轻 打出一记左勾拳 剩下两人一起上 他左右开弓 左边一记大了光 右边一个胳膊肘 雨露均沾谁都不偏袒 接着派出二号老虎队 对方发出左右勾拳攻势 凤顺轻松闪躲 动作丝滑流畅 他顺势上不出拳 抱住大腿一掰 抓住胳膊一摔 再前住一个冤大头 重重地垂上一拳 最后补上一记断臂绝招 大佬彻底看傻眼 命令其余小弟全部触动 毕竟凤顺天生神力加持 还有巧妙的格斗技巧 就算你在拍一百个小将 也能打得你满地找牙 他抽空脱下外套 重重地砸在地上 伸出双手适应 尽管放马过来吧 眼看小弟们被打得落花流水 大佬拍出了四大金刚 他们将凤顺团团围住 紧紧牵住他的胳膊 凤顺不耐烦地咬着牙 双手将四人高高托起 敏赫和国斗看见这惊人的一幕 两人站定迈不动头 凤顺朝大佬缓缓靠近 小弟伸出手朝他挑衅 他先飞挡在大佬前的木桌 面对凤顺一番惊人操作 大佬表面强壮阵地 颤抖的双手却出卖了他 此时门牙哥拿着刀 想给凤顺来的偷袭 敏赫和国斗见状 纷纷朝他冲去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敏赫替凤顺挡了一刀 国斗则顺时踹飞门牙哥 看着敏赫倒在自己怀里 凤顺才开始真的慌了 从未见过这么主动的女孩 男人当场喷出一根面 瞬间羞红了老脸 尽管躺在床上 敏赫还是无法入眠 脑海里久久回荡凤顺的话 他兴奋地睡不着 体内的荷尔蒙迅速飙升 于是爬起来健身 跑步俯卧称 劝热打铁在练个速成腹肌 这时门铃声响起 凤顺出现在他面前 他支支吾吾 第二天 两人公然在电梯里轻轻吾吾 单身助理看向两人的表情 就像屏幕前的各位单身口 上班见系 他们悄悄躲在办公室 来个甜甜的小壁东 吃午餐时 凤顺亲手送到敏赫嘴里 看到这里 有些人已经被酸成了表情包 几天前 凤顺同一伙混混混拼 差点被人偷袭 敏赫挺身而出为他挡刀 这让凤顺对他完全信任 凤顺说完便转身回屋 留下敏赫傻傻站在原地 这天敏赫来到凤顺房间 满脸纯洁地说道 她坐在凤顺的床上 含情默默地拉着她的手 妈妈识相地放下水果 临走前特意叮嘱 敏赫一脸欢笑地走向凤顺 才刚捧起她的脸 小舅子坏了敏赫好事 三人面面相娶 宋顺只好带着她离开 都发展到这个地步 两人不结婚很难收场 试问这样甜甜的恋爱 你有没有被腻到呢 这个上司是个钢铁直男 因为看不惯女员工和老板亲密 安排他半小时内搬完石箱打印纸 石箱打印纸怎么能难倒凤顺 完全不用半小时 五分钟石箱打印纸 齐刷刷地抬到上司面前 上司又吩咐她去泡咖啡 记得给我放一勺糖 等凤顺端到她手上 才喝一口她便挑剔起来 他对着凤顺羞辱一番 然后扔出自己手中的饼 你去那边帮我捡回来 凤顺忍气吞声赵索 但当蹲下的那一刻 她体内的洪荒之力爆发 只见她一手扶着桌腿 朝着上司径直冲去 食堂遇见凤顺和老板一起吃饭 上司恨得他牙痒痒 冲过去对他又是一通警告 眼瞅他这么关照自己 那就送她一个礼物 凤顺拿出一根不锈钢筷子 先得上司做个小手镯 下次再送你一个项链 等到第二天 两人在茶水间碰面 看你这筷子手镯太孤单 再给你送个勺子做饭 上司不堪凤顺的折磨 找到老板的助理哭诉 助理却爱莫能主 只能劝他原谅 助理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凤顺入职第一天 就让他头部以下全部损伤 上司又找到老板投诉 让他速速开除凤顺 可老板和凤顺早就确定关系 听到下属的这番遭遇 他象征性地找凤顺谈谈 可下一秒 两人便在他眼前嗅起温爱 感谢观看